王伟忠又来了 2014年2月25日11点44分 浏览5285 回响0 推荐7 引用0 王伟忠用光阴的故事与宝岛一村成功的掀起眷村怀旧风潮后 积极将眷村文化推销到中国大陆去 目前中国大陆的哈台风潮与他的影视工业相互交织下 生意与影响力越来越大 他常在对岸经营事业 这阵子他在北京与上海演出舞台剧往事只能回味 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我谈他的眷村已经有好几篇了 有些是主要的有些是顺带议题 此文就来谈他这个舞台剧 还有我的一些看法 王伟忠父母来自北京 他则生于嘉义市建国二村空军眷村 文莫会附上他在2007年12月15日 北市文化局台北论坛眷村保存运动会议的自我简介 总之他父亲19岁不到 母亲16岁不到 两个人还带着王伟忠奶奶到台湾 他说他父亲连是官长都没做到就退伍 以这种低阶居然可以从中国西家带眷到台湾 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事 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空军受到的待遇比较不一样吧 曾在父亲住院时遇过一对外省夫妇 在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独厚感中 我说 几年前陪父亲住院时 曾跟一位眷村出身的眷村妈妈闲聊 他在医院是为了照顾他的先生 就在我们隔壁床 这位眷村妈妈是外省籍 跟国民党一起撤退来台 听那位眷村妈妈说了真的很多 就好像听了他一生的故事 在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前半段 大概就是如此兴致的故事 与那位眷村妈妈实在太过相似 关于龙应台的母亲的经历 应该也是大时代下这些军人眷属的经历 龙应台的父母在中国大陆 应该是中等阶级左右的人 谈不上巨父 但吃穿无鱼 那位眷村妈妈是空军眷属 他与龙应台的母亲来台时都带了金条 初步推测 王伟中的母亲与奶奶应该也是带了些金条 又刚好是空军 才能顺利到台湾吧 往事只能回味是一个因偷听触发的故事 已在台湾演出过 故事耿概是多年前台湾眷村与北京部队大院下的年轻人各自发展的人生故事 而已偷听过对岸发送的短波广播为谢子连结在一起 代表北京大院子弟的是曾与世界三大男高音多次合作西方歌剧界最成功的中国歌唱家田浩江 田浩江所以与王伟中合作是因为他曾看过宝岛一村的演出而对网友好感 后来在台演出后与王相视最后促成这个舞台剧的诞生 王伟中的演出有一个特色 就是不喜欢谈悲情 政大教授郭立新认为 C消费眷村与历史记忆郭立新 宝岛一村几乎全是搞笑温馨或伤感的记忆材料 然而宝岛一村明显的是王伟中对眷村的选择性记忆 也许王伟中的生命记忆 有一个特别会过滤 遗忘创痛经验的机制 或者他面对生命与历史的视野或图 只于将一切转化为可卖的影剧产品 例如他在电视制作上也极为叫做的眷村情调的光阴的故事 在往事只能回味这个舞台剧 也是如此 郭立新又凭赖声川说 戏剧学者陈正希认为 眷村具现了台湾战后历史的许多政治族群 语言等冲突矛盾和荒谬经验 但宝岛一村编导在面对这些具有重量的素材时 只能处理成像电视综艺节目的短剧一般 一个接一个或者戏虐 或者感伤的片段 却无法构成一个可以让官者咀嚼沉思的完整作品 例如剧中安排了一位外省父亲老赵被警总抓走 放回来后却心笑待过 我们不知道他为何被抓 更不知道这个经验对他的影响为何 不管经过多么痛苦 之后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王伟中这个特别会过滤 一望创痛经验的机制实在很厉害 我们其实可以从与他演对手 戏田浩江的人生故事来说 C田浩江从8美元开始的割据人生 出生于音乐家庭 父亲田云是指挥家 母亲陆元是作曲家 双亲都是中共建国后1950年代培养出来的 第一批西岳音乐家 自幼接受母亲严格的钢琴训练 然而11岁时 文化大革命爆发 在资本主义流毒的大帽子下 他被父亲交代转卖一批贝多芬 舒伯特 肖邦的古典音乐唱片 救货商要他当场砸碎这批黑胶唱片 还是小孩的他 只想着以后可以不用练钢琴 竟然当场拿块石头 把一张张珍贵唱片敲成碎片 三年后的1969年 他父母被令下乡劳改 临走前一晚 他父亲还私藏最后一张贝多芬田园交响曲 坚持要他放出来听 那是他一声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 他深深被乐盛的音符感动 也看到父亲眼角的泪水 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这样 我从来不曾深入西方音乐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文革爆发前 他最后一次指挥的曲目 40年后他泪光闪闪在纽约舞台上 演出自传独角戏歌剧人生 回顾这段音乐的启蒙烙印 台下有台湾出身的国际大导演李安等 众人都感动了 文革后的伤痕文学 有个故事卢新华 伤痕的已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姻缘值得看看 伤痕内容是一个女之亲下乡后拒绝去看被迫害母亲最后一面的故事 原以校刊形式贴在墙上 后来变成全中文戏乃至全校都去那墙边读边哭的心枯墙奇景 在文汇报上刊出后则轰动全中国 伤痕文学因此而起 从这个背景加上田浩江杂黑胶唱片的故事 或许读者可以猜到这样的旋律 有可能会在王伟中往事只能回味中出现吗 很多评论者都要求一件事应该正反并成 我的标准稍微不同 基本上 我认为一个人能谈的有限 关注面也未必面面俱到 田浩江虽没在往事只能回味谈 但也在自传独角戏歌剧人生谈了啊 我也在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书有类似的评论 但是如果你自以为能代表谁 进而大声嚷嚷如蒋小云所说 告诉他们国民党老兵在过去60年是怎么过的 以及第二代外省人所经历的成长背景 那我这个不愿被代表的人就要起来了 Returned by Blackjacker 2014年2月23日 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中 我想我对于眷村文化这件事情的做法上来讲 从小开始到现在我还在持续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反正对我来讲就是有趣的事情 我先讲 我在书里面或在我的一些电视节目里面 我觉得眷村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人会影响你的一生大概就几个方向 一个就是从小长大的环境 一个大概就是老天爷给你怎么样的天分 一个就是所学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把眷村其中运作在我的电视节目上面 表演上或是戏剧上面 所以我到现在为此 我还认为我是一个很眷村的演化 我是嘉义空军眷村 我父亲穷其仪式连是官场都没做到 所以空军里面也分开飞机的跟开发电机的 我爸爸就是开发电的 在北京骗我妈的时候 你开什么开发电的 我父亲从南京机场撤退的 所以我父亲其实是个兵 严格讲起来空军的兵是不能带眷属出来的 空军的只有是官籍的才能带眷属出来 我爸怎么会把我妈跟我奶奶带出来呢 也是江湖四大起案之一道 现在我也还搞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带出来了 那时候反正时代很混乱 我父亲是四大队的 从制航大队出来的 我们那个大队基本上 为什么空军很多人讲四川话呢 因为在抗战的时候 各位知道 空军就知道了 抗战的时候很多飞行的是到四川去受训的 在四川受训接老兵去训练 去中国印度从美国回来 美国回来之后 所谓的二次大战也结束了 我们省城第一个开飞机攻打队上 也变成共产党 那个时候很奇怪 很多空军一边在开机关炮 一边心里觉得很奇怪 所以就是在四川受训 所以空军很多的人都讲四川话 所以我小时候也讲四川话 今天本来要用四川话跟大家报告的 怕大家听不懂 所以呢我才跟大家讲一讲这样的状况 我们是嘉义空军眷村 是官兵的眷村长大的 所以严格讲起来 我是外省人第二代眷村的先发部队 非常眷村话 然后到今天为止呢 我也不把这个东西在我的口条上 在我的说话语言上 我会讲大概四五省的方言 我也是在台湾做主流文化 所以我也从来不认为我这个讲话语气 我还会讲山东话 四川话东北话讲的也好 我也不认为我这样的方式 在台湾生存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我碰到一些问题 我也不把它当问题 我也不面对它 虽然小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大外省主义 我也不认为现在一些大台湾主题 背景所谓的大台湾族群会影响到我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